中华冯来先导道教会10号在寿风厢举办祈福法会 以花莲县领外道路行车安全为主 由理事长张天保主持 首席顾问吴基成担任主纪官 包括了花莲县政府中区副主任林郑福等贵宾都参与祭祀 诚心祈求保佑花莲道路行车平安 中华冯来先导道教会 奴隶11月18到11月7号 也就是国立1月1号到1月10号 公计12天 在寿风厢丰平路三段六项53号办理祈福110年 花莲县领外道路齐安陆继公路法会 以花莲县今年的领外道路行车安全为主 由中华冯来先导道教会民宿长尤金黄主持 首席顾问吴基成担任主纪官 包括花莲县政府中区副主任林郑福等贵宾都参与祭祀 诚心祈求花莲县道路行车平安 陆继 我们台九线这个陆继已经进入第九年 那我们希望整个花莲是以观光力线 那很多外地的游客到花莲观光 希望他们都可以平安的来花莲旅游 平安的来花莲从花莲从事各种交通都可以一路顺畅 那我们今天很感谢老天爷这两天本来都是阴雨绵绵 很难得今天有太阳也出来露一下脸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希望花莲可以越来越好 大家都可以平安顺利 那尤其今年的新冠疫情 那我们也希望花莲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就是零确诊 让大家都可以来花莲旅游 大家可以平安来花莲从事各种观光 我们今年因为我们办法会 另外道路法会已经办了第八年 今年是迈向第九年的年度 然后我是这一任是第三届的理事长 希望说大家能够来到花莲观光 然后让我们花莲临确诊 让这些人都这些理客们都可以来到我们花莲来观光 然后提早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新年快乐 中华峰来宪导教会理事长张天博表示 相当感谢全城各地的公庙来这里共享盛举 让其活动可以说是相当圆满 透过首席顾问五季城以及新众们的支持 当心是在花莲仙基地的连外道路的拥入人 能够平安回家 记得终于收付箱会道